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3月5日 利物浦遭遇多项尴尬纪录 今天凌晨,利物浦在英超联赛中主场 以零比一不敌车路士,遭遇英超主场五连弊 据天空体育数据统计,利物浦2021年在英超主场比赛中 只拿到一分,还只攻入过一个球 两项数据军围联赛到数第一 2021年红军在英超主场拿到一分,排名到数第一 低于拿到4分的,纽卡素,修咸顿,富咸,和爱华顿 同时,2021年利物浦在英超主场 只攻入一个球,排名到数第一 少于富咸的两球,爱华顿的三球,修咸顿的四球,和西布朗的四球 另外,2021年利物浦11场联赛,只拿到10分 只比西布朗的9分,纽卡素的7分,和修咸顿的4分要好 据Squark Football统计,红军球员今年的英超主场助攻 数量为0,甚至曼城门障碍达臣 在今年的英超主场比赛中,都送出一次助攻 超过所有利物浦球员的总和 同时,利物浦今个赛季27轮过后,和上赛季同期相差36分 创造英超为免冠军27轮后,最大的分差纪录 上赛季,利物浦在27轮过后,拿到79分,最终他们奪得英超联赛冠军 但今个赛季他们表现惨淡,现在27轮过后,只拿到43分 相较上赛季同期少了足足36分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赛后报告,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应销,二格,八格,NBA等星赛 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随时随地看好 我们下载M直播